每个人现在努力奋斗 无非是想要以后能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更优越的生活方式 以及赚到足够多的钱 去实现自己的生活和理想 所谓的有钱花 就是在必要的时候有钱 而不是挥霍浪费 如果真的是去挥霍 那么多少钱都是不够花的 也许有的人会觉得生活上紧张一些 但是其实却从来没有到缺一少时的地步 生肖猪属猪的人 最近运势略有起伏动荡 12月底横财来袭 五天报复传的前一年都花不完 福气十足 必复得流油 因命功德的解福星的驾龄 许多不顺的事情将会迎刃而解 而且接下来生活中会突然多了一些好的转变 无论人际还是事业都能突破瓶颈 迎来喜讯 另外个人财库得到注意 生财手段丰富 注定能收益颇多 生肖猴属猴的朋友在今年运势会增长迅猛 去年本命年的被动让属猴人浑身的力量没处使 影响了自身的发展 12月底横财来袭 五天报复传的前一年都花不完 属猴人受应新的生身之力 加上天蚁贵人等急心入命 实力会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未来的发展必会红红火火 属猴人聪明 思想独立 有各种各样的奇心妙想 加上未来五年运势都有助力 贵人见增 必会在事业 财富方面经营有方 不出几年就能大富大贵 成为富甲一方的有钱人 生肖兔属兔的人 乐哉悠哉 喜欢享受生活 12月底横财来袭 五天报复传的前一年都花不完 他们运势大好 财库大开 财运不断暴涨 事业有贵人扶持顺利进阶 工作上有不少合作机会 身价也有所提升 生肖羊 生肖属羊人虽然外表弱小 但实则内心强大 他们本分善良 有自己的为人处事之道 对待朋友更是倾心而赠 受人信赖 蜀羊人一生人际关系广泛 多获朋友之力 12月份蜀羊人时商生财 前景十分看好 本月蜀羊人身边贵人朋友出力不少 使自己在工作事业上更容易做出成绩 他们依靠大家的支持 事业能够更上一层楼 生肖马生肖 蜀马人主动性很强 他们不带羊编字分题 一生理想远大 热情似火 时时都在崩快追求 蜀马人自带桃花一马 多事动中求财 业务开拓能力强大 今年蜀马人全年财新入命宫 有着不错的机遇 12月份开始掐玉财新旺地 发家致富很容易实现 本月蜀马人运势非同凡响 虽说比别人辛苦劳累 但是往往收获比别人也大 生肖蛇蜀蛇的朋友 关心高照在12月底 财新却可以高照整整到农历新年 蜀蛇人就在12月底运气极佳 不是要升官 就是要得财 且意外财极多 不是富也是贵 人也更精神 有中投奖之灵感与红运 都说蜀蛇人有比别人更高的眼界 这项长处对他们来说 能在一月转为正财 投资理财收获意外之财的运势 也是逃不过的 生肖龙蜀龙人在今年12月底 财运和蜀蛇人相差无几 若说蜀蛇人是天降横财运是好 蜀龙人则是财神附体 机遇连连 日柱上的财帛宫大放异彩 蜀龙人在12月底里是出手稳健 只要肯做就必定能成 顺利程度胜于旁人 赚大钱是信守年来 他们的财运极佳 更有诸多贵人鼎力相助 就算开销再大 赚的也终究更多 财神爷不断撒钱 蜀龙人事业生意 双红双子整个月